这是蜘蛛侠首次在漫威宇宙亮相 但并不是来拯救世界的 而是被钢铁侠叫来抓捕美国队长 因为此时的复仇者们 震惊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决定 昔日的战友如今形成了两大派对 一方以美队为首 包含猎鹰 蚁元 鹰眼 旺达 东宾 另一队以钢铁侠为首 包括战争机器 蜘蛛侠 华姐 幻视 黑豹 如同擎天柱与威震天 你更支持哪一队呢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复联的就此决练呢 事情还要从几天前的一次救援任务说起 这天 神盾局接到情报 交叉谷带着一群雇佣兵正试图闯入生物研究所 抢夺里面的生化武器 关键时刻 美队及时赶了过来 一个盾牌的来回旋转就轻松解决了门外几个小龙龙 随后猎鹰出场 三下五除二解决了几个手门 而旺达自从在复联二倍收编后 这是他首次参与行动 他的战斗力也是神一样的存在 毕竟在复联寺中可独自对抗灭霸 随后是寡姐骑着摩托车出场了 话说这是班纳在纽约大战骑的内量吗 凭借高超的近身格斗 一个人就解决了几个准备撤离的顾庸兵 就在这时 交叉谷出现了 凭借装甲加持的身躯将寡姐扔进了装甲车里 随后直接朝里面塞了一个手内 好在他及时解决了里面几个小龙 在最后一刻冲了出去 交叉谷为了能够将抢出来的生化药水带住 他们缤纷四路迷惑复仇者们 寡姐与猎鹰分头行动 美队也及时敢爱 不料这时一个炸弹突然击中美队盾牌 好在美队及时扔了出去 接着交叉谷从背后偷袭了美队 反应不及时的美队 被打得措手不及 但很快美队就调整了过来 利用几个组合拳 再来一个回旋角 就将身负装甲的他打倒在地 而此时他也摘下了面具 就在美队必问他幕后买家是谁时 交叉谷突然掏出炸弹事故 与美队同归于尽 好在旺达及时赶来 用魔法将引爆点给困住 将其甩到了上空 却不料失手炸到了附近大楼 这也导致了很多平民的伤亡 这次事故很快引起了全球的关注 瓦坦达国王更是公开谴责 复仇者们这些年肆无忌惮的破坏 为了约束复仇者们 罗斯将军将他们这些年造成的破坏 一一放给他们看 重复联一的纽约大战开始 复仇者们就破坏了大量的建筑 造成了大量的无辜百姓伤亡 最为严重的还是傲创的索科维亚事件 直接将他们整座城市抬到半空 最后灰飞烟灭 然后就是前几日的抢夺生花药水 这些年他们一直没有受到官方监管 全球各国已经无法忍受他们的肆无忌惮 现在世界117个国家集体决定 要求复仇者联盟签署索科维亚协议 将来所有行动都要接受联合国的监督与授权 此事一出 复仇者们就开始对此产生了争论 美队则当即表示反对 在他看来 一旦签署了协议 复仇者们就可能成为官方利用的工具 失去维护和平本身的公平性 而向来我行我素的钢铁侠 此时却意外赞成签署这份协议 适当增加一些管束未必是一件坏事 就在双方争得不可开交时 美队却收到一条短信 他曾经的女友佩吉卡特去世了 随后 美队来到教堂参加了他的葬礼 陪他走完最后一段路程 注意看这个细节 在美队宋别卡特的葬礼上 这个白发苍苍的老者 是不是在复联寺中穿越到过去的美队呢 从形象看是非常接近 但在美队三中的他又有了新的女友 神盾局13号特工沙伦卡特 也是佩吉卡特的侄女 几天过后 联合国就围绕约束复仇者们的行动召开会议 就在瓦坦达国王宣读索克维亚协定内容时 国王的儿子特查拉却发现了室外情况有些不对劲 但已经为时已晚 遗憾的是 瓦坦达国王在这次爆炸中离开了特查拉 寡解前去安慰他 但愤怒的他誓死要铲除凶手 随后警方通过调查 很快锁定了本次袭击的凶手 幸运是美队的好友巴基 美队得知后很是诧异 为了调查巴基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通过特攻沙伦卡特获得了巴基的藏身之兵 可就在两人见面后 巴基却说那不是自己干的 美队也相信巴基说的话 可就在这时 警方就找到了这里 一枚手榴弹投射了进来 好在美队用盾牌盖住捕获了爆炸 随后一群特种兵破窗而入 美队为了保护巴基 两人与这些士兵撕打一起 轻松解决了闯进来的这些人 但此时更多的特种兵正在等待 在美队的掩护下 巴基直接从窗户口跳到了对面low 就在他准备要逃跑时 突然一个黑影将他撂打 此人正是黑豹 这是黑豹首次亮相漫威宇宙 身着震惊制作的黑色战衣 满手都是锋利的爪 可谓战斗力也是神一样的存在 凭借熟练的格斗技巧 他誓死要将杀害父亲的巴基干掉 没有受到控制的巴基 显然战斗力只发挥到了50% 很快被黑豹打得处于下风 眼看就被他那锋利的爪子抓到 这时一架战机的突然闯入 分散了黑豹的注意力 巴基则趁机一脚踹开黑豹 转身向楼下跳去 黑豹则在后面利用他那锋利爪子 向下滑去 两人在路上你追我赶 美队也及时赶来 试图阻止黑豹的追杀 猎鹰也帮助美队加入战斗 这时巴基扔了一个炸弹 一声爆炸过后 几人在隧道口停下了脚步 而此时警车已在这里等候多时 黑豹也摘下面具 众人没想到这人 居然是瓦坦达的王子特查拉 随后几人一同被弗伯勒带走了 美队的盾牌和猎鹰的翅膀也被收走了 巴基则被关在了一个 看似很坚固的封闭牢笼 这时托尼试图说服美队 签下索克维亚协议 否则只会产生无法预料的结果 就在美队有所动摇时 托尼却无意中说出 将反对签署协议的旺达软禁了起来 这操作是不是很眼熟 美队立马气愤了起来 这要是签署了协议 必然沦为官方的工具 丧失维护公平的战斗力 两人在争执中关系也几乎破裂 与此同时 弗伯勒找了一位心理医生 给巴基做心理评估 但殊不知 这个心理医生是假冒的 就在这时 整座大楼突然断电 随后医生从背包掏出一个红色本本 走到巴基面前 念起了那神秘的咒语 巴基开始如同恶魔附身 没多久 就失去了理智 爆发出异常强大的战斗力 几拳下去 防弹玻璃也被击碎 所有的行动都只听另一声 等美队和猎鹰赶来时 门口的守卫早已被干倒在地 而巴基更是发了风势地 向他们发起攻击 三下午除二就放倒了猎鹰 美队还想上去阻止 但面对此时的巴基 也显得有些吃力 最后更是一拳被踹到电梯下面 巴基就这样一路过五关斩六架 一直杀到了大厅 关键时刻 托尼也赶了过来 只见他轻轻一动 手上的手表瞬间就变成了一副钢铁手套 随后他向巴基发射出能量跑 直接将巴基的脑瓜子震得晕晕了 然后趁机冲了上去与其近身搏斗 但此时的巴基已经是战斗力爆炮 没有钢铁战甲加持的托尼 显然不是巴基的对手 特攻沙伦与寡姐也赶了过来 联合帮助托尼解雾 但这也丝毫伤不了巴基分毫 就在寡姐即将隐恨西北之际 黑豹即使赶了过来 但几番打斗下来 没有战衣加持的他 也同样败下阵来 随后巴基来到天台 试图乘坐飞机逃跑 关键时刻 美队及时赶了过来 为了阻止他的逃跑 静一跃而跳抓住飞机 上演了一场徒手抓飞机的名场面 这超强的肌肉 着实太狠了 巴基健壮 联盟调整飞机方向 但不料飞机发生碰撞 险些击中美队 这时巴基突然打碎玻璃 紧紧地掐住美队的脖子 就这样 两人随着飞机的失控 一同坠落到楼下的湖中 而这一次美队则从水中救出了巴基 等巴基再次醒来 已经被美队带到另一处 并狠狠地压住了其机械 好在他现在已经恢复了理智 并将大脑中残留的 关于九头蛇的记忆告诉了美队 原来自从当年巴基坠入山崖后 就被九头蛇带走开展的 超级士兵血清实验 而像他一样的冬日战士 基地还有五个 一旦被释放出来 后果不堪设想 而那位医生 也已经从自己口中得知了基地的地址 美队打算立即前往那个基地 但得有个人帮助 这时猎鹰想到了一个人 比人登场了 与此同时 罗斯将军得知美队和巴基叛逃的事情后 准备派出特种兵抓捕美队 但遭到了托尼的一番嘲笑 就特种兵的实力根本不是美队的对手 于是托尼这边也想到了一个人可以帮忙 来到了皇后区的一个学生家中 而这个人就是蜘蛛侠彼得帕克 起初彼得还不愿承认自己是蜘蛛侠 直到托尼将他的蜘蛛衣给抖了出来 另一边 美队让鹰眼前去拯救被幻视关禁地的旺达 但这遭到了幻视的阻止 好在鹰眼提前设置好了机关困住了幻视 但还是被幻视突破了防线 关键时刻 旺达主动出手 用魔法将幻视直接打到了18层地 与此同时 沙伦也将美队与鹰眼的装备给偷偷带了过来 两人的关系也更近了一层 随后 鹰眼带着旺达与美队进行了会合 顺便还将蜘蛛这家伙给带了过来 激动地与美队握手 随后 美队穿上战衣 准备乘坐直升机前往九头蛇实验基地 不料这事 托尼和战争机器罗德打过来 试图来抓捕美队和巴基 尽管美队向他解释 医生才是操控这一切真正的幕后飞手 现在必须停止战斗 前往九头蛇实验基地 阻止他释放出另外的五名东兵战士 但托尼根本不相信美队的解释 双方陷入僵局 那只能用武力来解决了 托尼更是将小蜘蛛呼叫了出来 这货一看就是个发牢 一直在那说得不停 关键时刻 鹰眼从脸处一见下去帮助美队挣脱了束缚 藏在盾牌上的蜒人也随机行动 随后双方展开了激烈厮杀 美队被黑豹纠缠住 蚁人直接缩小身体钻到寡解身体里将其绊倒在地 小蜘蛛直接冲进机场走廊拦住巴基和猎鹰 别看他这么弱形 但他凭借敏捷的身体 轻松将猎鹰和巴基用蜘蛛撕给困住 但就是话有点多 关键时刻 猎鹰按下无人机开关 直接将小蜘蛛给带走了 而鹰眼与旺达这里 被托尼在后面追着远射炮宝 飞到前面拦住了去路 鹰眼直接朝着托尼方向三剑齐发 托尼还嘲笑他射偏了 结果在妄达摩法的操控下 托尼就背剧了 无数车辆向他打去 另一边 美队与黑豹的战斗也很胶着 却不料这是罗德直接甩出大体了 直接朝着美队来上一岗 以人见状 给了美队一个玩具车 让他朝着这东西上扔 结果下一秒罗德就背剧了 几人的战斗纷纷解决后 美队这边再次集结 正朝着飞机方向飞去 不料这时又被赶来的幻世 用一道强光拦住了去路 就这样 托尼这边的战队也集结完 这是复仇者们开始分裂的一场内战 只因为彼此的信念立场不同 一方以美队为首 包含猎鹰 蚁人 鹰眼 旺达 东斌 而托尼这边 包括战争机器 蜘蛛侠 瓦解 幻世 黑豹 如今只能用实力战胜对方 你更支持哪一队呢 美队与托尼撕打一起 黑豹则与巴基战斗一起 显然黑豹对父亲的过失 全部怪在了巴基身上 在他身上释放出无尽的怒骨 一脚下去 直接将其踢到一边 危急时刻 旺达用魔法将其甩到半空中 而鹰眼与寡解这对老搭档的战斗 明显是放水了 被旺达发现后 直接给扔飞了出去 小蜘蛛这边在空中荡漾着 下一秒就被美队用盾牌挡住 紧接着他就射出蜘蛛丝 将美队盾牌及其四脚缠住 然后再来一脚将美队踹飞 但小蜘蛛怎么可能打得不美队 下一秒就被美队一脚踹飞 随后他又打断旁边的集装箱支架 将小蜘蛛死死压住 另一边 猎鹰正被托尼死死缠住 于是在鹰眼与蚁人的佩佩萨 一键下去 直接钻进了托尼的钢铁战甲里面 就在托尼与蚁人打得热火朝天时 左手炮就突然失灵了 猛逼的托尼很是猛逼 原来是蚁人在里面破坏了他的控制系统 但星期五立即启动了灭火系统 将蚁人从战甲里给逼了出来 但这样战斗下去也不是个办法 于是他们搞了个大动作 只见蚁人缩小后在平台上奔跑 猎鹰将罗德吸引到附近 蚁人抓住时机跳到了罗德身上 随后他按下按钮 结果下一秒蚁人就变得如同奥特曼大小 狠狠地将罗德给拽住 这般操作愣是把众人都惊呆了 托尼等人也被蚁人给吸引住 不断向其发起攻击 但丝毫起不到作用 美队和巴基则趁机向飞机方向跑去 不料被患事发现了 直接射出激光炮试图拦住去路 关键时刻 旺达及时出现用魔法 为他们拖住了倒他的建筑 在最后一刻 两人跑进了机库 但此时寡姐已经在这里等候多时 美队以为寡姐是来阻拦 谁料直接击中了后面黑豹 没想到寡姐最后直接反水来帮助了美队 两人也顺利驾驶飞机逃跑 而机场这边 蚁人与小蜘蛛打得热火朝偏 只见小蜘蛛心生一技 用蜘蛛丝将蚁人一圈一圈地从上到下给缠要的 而托尼和罗德直接朝着蚁人头部撞去 成功将蚁人击倒 这边解决后 托尼和罗德朝着美队的飞机追去 蜘蛛紧随其后前去帮助美队 朝着罗德发射树枚炮弹 罗德连忙让幻视之人 只见幻视射出一发激光炮 蜘蛛一个躲闪 不料击中了罗德 飞速地向下坠落 托尼立即转向前去离境 但结果罗德还是狠狠地坠落在命运 蜘蛛急忙赶来道歉 不料被托尼一炮击倒 事后经过检查 罗德虽然保住了幸运 但下半身已经瘫痪 而经此一战 妇联也彻底瓦解 美队一伙全部都成了通缉犯 就在托尼准备前去 罗斯将军的秘密基地时 托尼这边也收到了 袭击事件的调查报告 原来那个心理医生 折磨才是幕后黑手 袭击事件是他戴着 巴基的面具制造的 而那个心理医生也是假冒的 原本的心理医生 早就在酒店被杀害了 托尼这才意识到 原来美队说的都是真的 随后托尼来到地下牢房 看望被关押的超级英雄 并从猎鹰口中得知了 美队前往的目的地 随后托尼准备前去帮助美队 而此时 美队和巴基已经来到了目的地 他们小心翼翼地朝里面走去 很快托尼也身穿战甲赶过来 美队还以为他是来抓捕他们的 托尼告诉美队 自己已经知道了真相 这才让美队放下防备 随后三人来到了秘密实验基地 找到了实验舱里的五位东兵战士 但却发现已经被人杀害了 就在这时 藏在门口的泽莫也终于现身 而他目的就是要 以他们三人同时来到镇 原来复联2的索克维亚大战中 泽莫的家人都因复联创造的傲创而丧生 他将所有的仇恨都归结于傅龙 所以他要报仇 自己深知打不过 就想尽办法来瓦解复联 随后他又播放了一段录像 内容则来自托尼父母双亡的 1991年12月16日 原来当年巴基在被九头蛇控制后 便被控制去执行一项任务 而任务的目标就是杀害托尼的父母 托尼看着录像中残忍的画面 再也压制不住心中的怒骨 他质问美队是不是早就知道这件事 从美队的表情似乎已经说明了一切 看着曾经那么信任的战友 这么多年以来一直欺骗自己 托尼实在无法接受 上来就给了美队一拳 泽莫看到目的已经达到 也就离开了 随后托尼便与巴基斯打一起 狠狠地将其暗倒在地 不料美队甩出盾牌前来阻止 试图解释这都是九头蛇控制的 但被仇恨压制的托尼已经拼入境界时 发射出磁力锁困住了美队的双脚 然后托着巴基将其按在墙上 试图一炮了解其性格 结果被巴基的机械臂用力捏爆了他的手掌炮 此时美队也正拖了树 狠狠拽住托尼 定用盾牌摧毁了他的飞行器 但托尼还是用另一只脚的飞行器 正拖了树 眼看巴基正在向洞口攀爬 托尼直接朝着顶头箭竹发射了一枚板 就在巴基即将出去的最后一刻将洞口火封住 随后三人在半空中纠缠一起 结果在碰撞中纷纷坠落地面 紧接着托尼与美队展开了激烈厮杀 眼看美队处于下风 巴基捡起美队盾牌朝着托尼最后一击 随后陷入了二打一的场 这也是美队与托尼彻底决裂的一战 这时托尼发出一枚能量炮将美队击倒在一旁 但强大的巴基也丝毫不逊死 一拳下去将托尼差点打猛 巴基将他死死地按在墙上 试图掏出他的反应钉 不料托尼在胸前释放出强大的能量口 直接将巴基的机械臂给干掉 这也彻底激怒了美队 拿着盾牌向前冲去 眼看美队已经占据上风 托尼立即让战甲系统星期五分析美队的战斗规律 随后在系统的操控下 托尼开始大气反击 将美队盾牌击到一边 更是对他展开了疯狂输出 不服输的美队再次说出了那句经典台词 就在托尼准备向他发射能量炮时 瘫倒在地的巴基及时抱住了托尼的大股 美队则趁机反击将其举高高狠狠地摔在地上 然后坐在托尼身上左一拳右一拳的猛烈锤打 最后用盾牌狠狠地砸向他的反应钉 托尼也就此丧失了最后的战斗力 就在他们准备离开时 于是美队将盾牌丢给了托尼 带着巴基离开了这里 而另一边 黑豹通过暗中观察 抓到了幕后黑手托尼 并将他交给了弗伯乐关押了起来 故事的最后 托尼再次回到复仇者联盟总部 罗德一拖机械腿重新站立了起来 并收到了来自美队的一份道歉信 里面还有一部手机 美队告诉托尼 如果你需要我们 就用这个电话打给我们 最后美队也来到了超级英雄被关押的地方 将他们一一解救了出来 而美队则带着巴基来到了瓦坦达 巴基为了防止自己再次被人运用 决定将自己冰封起来 而美队跟着黑豹留在了这里 一直到多年以后 灭巴基齐了六颗无限宝石 美队和巴基才再次现身